今天離開我們雙鳳梨已經二十幾年了 因為在十幾年前他媽媽過世 就找不到他了 自尋過每個親戚都不知道他住在哪裡 後來我聽他哥哥講說 這一個人很狡猾 很狡猾 他不是說他馬上跟你聯絡說我在哪裡 他們會馬上消失掉 他就是跟他講說好 後來之後他又把電話手機關掉了 如果有故意的 我一定縱罰公告 甚至要集中檢疫 幫他把他自己 我們要把他管理起來 好 防毒疫情呢 現在你可以看到 這個包括該居家隔離 該居家檢疫的 警察發現怎麼總是會有 爬爬罩找不到的人呢 新北市透過小三通回台灣 新莊的郭富文 還有淡水的管永安 原來他們留的電話和地址 攏寫尋了12天 沒有下文 甚至是呢 還有人通上電話的時候說 我狀況很好幹嘛要報到呢 這也讓人想到 先前在台南的這個花姓女子 也是一樣的狀況 好不容易找到她 她竟然已經落跑到了新竹的關係去了 我們想請教一下風哥 像這樣不斷爬爬罩的這些人 是不是因為目前的這個措施 開罰不夠重嗎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夠避免 這樣的情況繼續發生 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事情 就我剛剛講那個白牌車時機 他接觸了384個人 那這384個人假設他們都有所謂的感染風險的話 那他們又沒有居家隔離 又沒有做好檢疫措施的話 那真的爬爬罩 那真的384個定時炸彈 但他們到底是怎麼樣我不清楚 基本上就是說我們對於有風險的人要怎麼樣控管 因為大家說老實話在台灣社會 輕鬆慣了 開放慣了 大家都非常自由 所以大家跑跑照變成一個習慣 但現階段是一個防疫非常緊張的時候 就應該防止這些有感染風險 或者說是有可能成為超級感染源的這些人 要把它監控起來 可是台灣社會又那麼開放 所以有些網紅他說 很簡單 把它抓起來關起來 問題是你網紅你去抓他嗎 你如果抓他你自己感染怎麼辦 警察難道沒有感染的風險嗎 警察難道有金鐘罩鐵布山嗎 好 你把它關到監獄裡面 那又監獄感染 所以這個問題我認為很複雜 並不是那麼單純 關起來就有用 大陸 尤其是浙江 杭州 等於是阿里巴巴的總部 他們就設計出一個大數據的方法 用所謂的QR Code 每一個人的手機 就是浙江有6000個省民 就是浙江人口6000萬個 6000萬個民眾 6000萬民眾每一個人發一個QR Code 就是手機裡面QR Code 然後呢 你等於就是一個APP一樣 每天要填寫你的健康報告 那這個就是說一個全浙江省做了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監控 那說老實話 台灣其實要學習我覺得非常容易 因為我們的3C技術也是非常好 但是唯一可能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大家都有所謂的個資的意識 就是個人自由的這種意識 都會覺得這個會影響我們的隱私 但是呢 防疫的時候最重要就是生命安全健康最重要 所以豐哥剛剛的說法有點類似像是之前這個十大槍擊藥犯有茶器專刊 以後要出一個防疫專刊嗎 尤智哥 我 剛剛侯友宜我是比較放心啦 因為侯友宜是警察 他如果要抓這些人 對他來講應該是非常輕鬆 連十大槍擊藥犯都抓得到 這些啪啪照對他來講小兒科 好不好 他還要帶槍衝鋒陷陷阱的人 我覺得以侯友宜的條件 他絕對能夠擬出一個很好追蹤的這些方法 但是我真的還是要道德勸說 因為你們現在就是還是在一個問號的狀況嘛 問號的意思就是有可能變成驚嘆號 那如果真的變驚嘆號的時候 會有什麼後果你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真的要大量的教育這些人 與其用重罰 那當然也要用 重罰之下大家才會乖 但是也要有一些道德教育 我正在跟你們講好幾個故事 我以前那時候跑和平醫院的時候 因為和平醫院那時候不是一瘋 然後馬上很多的病人衝出來跑走嗎 然後跑到彰化的 跑到高雄的 跑到那個 跑到人際醫院就躲起來 就人際醫院就砰 爆炸了 跑到高雄榮總 高雄榮總 爆了 所以那個時候呢 警察變得很危險了 你知道那時候是中正義分局是和平醫院的管區 他一接到醫院給他說 這裡有22個人跑走 中正義分局馬上再報給8號分機 8號分機在給各分局的警察說 台中你這邊有兩個 原因你知道嗎 當台中的分局接到的時候那個是 最好不要我值班 不要我值班 我要去抓SARS 我要去抓SARS 然後所有人就開始推 我是學長耶 你學弟你去 為什麼 因為怕嘛 結果大家抓的時候還得遠遠的 哎呦 那個陳先生 不要抵抗喔 進來喔 警方下去囉 這個都還不危險 你知道後來呢 有一個抓回來之後上了救護車 結果是由那個台北市的一個救護車專責隊去載他 載完之後我們把它放回安置那個隔離 沒事了嘛對不對 不 這個救護車的消防員後來染SARS 哇 還殉職 這個就是爬爬罩的下場 你以為爬爬罩沒事啊 反正如果還好嘛 你真的不知道那個問號會變淨嘆號 如果變淨嘆號可能就是一條人命 真的不要開這個玩笑 就乖乖的 那幾天我知道很難受 可是你一定有辦法 現在還可以滑手機耶 那個時候SARS的時候還沒有滑手機 只有報章雜誌可以看 真的把自己安全弄好也是對別人的好 不過這個受困在鑽石公主號上的台灣旅客 現在是終於可以回家了 那目前整個包括所有的旅客 再加上員工有兩位 應該是24位 那4位確診在日本治療中 但是新增加也有一位目前確診 可能到時候就變成24位 扣掉5位變成是這個19位 現在確定應該是在21號的時候呢 這19位的台灣旅客可以坐包機回到台灣 不過先前遲遲沒有消息的時候 其實船上旅客的心情 真的非常複雜 現在狀況呢 真的是非常驚恐 剛才隔壁敲門 被通知 老先生確診 老太太沒事 那麼請老先生打包 現在呢還在哭 真的是很嚇人 想要不害怕都很難 都等到晚上10點11點 沒有收到通知 但是也沒有人來敲門說 你被確診了 很煎熬 那麼今天再繼續等 到目前為止呢 有12個國家 要派專機來這個撤僑 這個很奇怪 就是12個國家裡面沒有列台灣 到昨天的時候 都還沒有台灣包機的消息 您剛剛聽到在船上 這位台灣的葉先生 心裡真的是七上八下 那麼幸好在今天呢 終於傳出了好消息了 那麼有5名的台灣旅客 在今天已經先下船了 那麼其他還有14名 可能是在明後天下船之後呢 他們就可以搭包機回到了台灣 不過有5名先下船是確診的 可能就是先留在日本來接受治療 我們要請教一下盛美 因為其實前幾天 你看他描述的那個心情 因為如果你要是中招了 會有人來敲門 一整天都很擔心那個門 會不會有聲音傳出來 那個心情真的不好受 但是鑽石公主號 這一次各國處理的方式 也考驗各國防疫的能力 就像今天已經有500人 就有這些旅客 已經確認是陰性他能夠下船 可是日本政府 怎麼會讓他們就各自解散 這是我比較難以理解的 雖然在船上 你們都已經去檢核過都是陰性 可是大家也知道 因為現在這個病毒 它有可能有很長的潛伏期 它有可能是無症狀的傳染 所以光是在鑽石公主號 這些人即使他是陰性 也有很大的風險性 所以日本政府 會讓這些人先下船 然後各自回家 我們是覺得沉默結舌 然後我們來看看美國怎麼做 因為美國前一陣子是 把貨機改成了一個 就是運輸的工具 然後去把他的巧名載回來 可是美國做法 跟我們又不一樣 是因為他把他確診的病人 也放在裡面 雖然做隔離 但是其實我們台灣人看了 也是瞠目結舌 為什麼確診的病人 可以跟那些 就是檢測是陰性的 這些旅客放在同一個飛機 就算你做了很好的隔離 風險還是很大 話說回來 我覺得這次對台灣人來說 我們台灣的這個防疫 也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是因為雖然過去我們有 從武漢回來的這些台商隔離 但是我是對我們的防疫的工作 很有信心 不過呢 也要請這些民眾多忍耐 因為剛剛元宜已經提到了 其實他們在鑽石工作號上 我們常常看到他們一直在直播 其實真的很辛苦 很想回家 尤其在船艙裡面 我記得那個魔術師不是常常講說 他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 是不是已經得了 因為一直在說有無症狀的狀態嘛 所以那種心情我們可以理解 不過距離慢慢的等到這14天隔離之後 應該就應該可以重新獲得一些自由了 所以回來這14天對台灣來說 還是很大的討厭 不過這一波我們可以發現到 在這個新冠肺炎的疫情爆發開來之後 對於全世界各地的經濟 都是一個重創 好 您剛聽到的是手搖飲料的業者 他們萬萬想不到 這個新冠肺炎對於手搖飲料店的業績 打擊非常的大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醫護人員被規定 他只要口罩拿下來喝飲料 這個口罩就要丟掉換一個新的 現在大家沒有口罩怎麼辦 所以不能夠喝手搖飲料 所有醫院旁邊的手搖飲料店 都快要倒閉了 因為本來以前他們都有很多 醫生跟護士會來訂飲料 你知道嗎 所以這一次受到影響 有非常廣泛各式各樣的業者 當然觀光業的受到的影響是最大 我們要請聶教授來告訴大家 為什麼這一次 因為SARS其實是一個比較短暫的期間 但這一次看來 對於全球的疫情的經濟的影響 層面是非常廣泛 而且像是我們這邊很多的飯店 似乎都已經開始要關閉樓層 甚至是要開始放五星假 對的 SARS那一段時間在2030 3月到6月 6月大概就開始煙消雲散了 所以從時程上並不是很長 這一次 它從去年底到現在都還看不到未來 所以大家真的很恐慌 那麼你剛剛講到觀光業 我覺得這個年觀光業真的過得很淒慘 剛好是在1月底2月初的這一段時間 我們知道社會你要讓它流通才會活絡 我們過去就在講金流物流商流資訊流 現在除了資訊流大概什麼都不流了 為什麼 因為人不能流 因為大家都要勸你盡量隔離 待在家裡 既然這樣子 那觀光業它的旅館誰來住 那麼餐廳誰去吃 所以這一次看起來所有的觀光業都受傷慘重 那麼當然我們都知道 有一些旅館 其實我們還有一些 我們在一站媒體看不到的訊息 我們知道的 內幕知道的 其實比現在你看到可能還嚴苛 譬如我們看到了 我們講漢城百貨 它可能停了某層樓 那麼它的業績可能盪到三層 那麼有像國賓 高院國賓也說 他可能某些樓館也要封了 封可能封到4月 我跟各位報告 其實這個都還是我們現在能看得到的 那據我 因為我有個團隊在做所謂的機器人旅館 那麼我們因為是機器人 還比較吸引年輕人 也已經掉到了七層 那麼我們知道周邊的所有掉到兩層 這是我們大概的 也就是台中那一塊的數字 那麼現在看起來 這一波要看到未來也看不到 那麼漢萊的總經理講到了說 未來好像不太樂觀 其實不要用樂觀 應該還是蠻悲觀的 我們講現在和未來 我們看到現在的狀況是 看不到未來 這I'm certain 不確定性就是最高的風險 那麼我們現在看起來 這個官外怎麼救呢 都是在處於自救狀態 就是cost down 怎麼樣成本節約 那麼當然我們團員也講到了 在必要的時候真的要無薪假了 可能從部分人士要慢慢減少 否則的話會顯示人越來越多 當然甚至你是租來的 這個SA就是資產 你可能要去砍 砍租金 諸如此類都要發生了 那麼政府我覺得這時候 政府的角色非常重要 我們回觀一下 政府在過去在兩岸氛圍 漸行漸遠的時候 當陸客團簽沒辦法不容易了 當自由行減少了 我們給了非常多刺激的觀光 旅費的這種做法 很多我的學生 也用這樣的金流 這樣創造了一些業績 可是我覺得很虛不實 我覺得那個東西沒有太大的意義 當然有它的一些GDP或光業創造的績效 但是我有點虛 這一次非常的嚴峻 我覺得非常重要 我覺得政府真的這一次要好好地把關 要自會施政 在這個所謂紓困 旅行業紓困 一定要拿加把勁 那麼我們剛剛講到了 這一次不只是旅行業 所有的都會受傷 各位 湖北裡面 連多少電子廠商 台商在瑞電也被封了 那我們現在影響的 可能還會有發生在各個產業 那麼我們剛剛講到了SARS期間 實際上當時的中國大陸 對全世界的經濟影響 可能到不了一趴 就是一趴 現在已經到4趴 現在到18趴 那麼16年多來 16年半來 幾乎一年一趴 對世界的GDP的影響之成績 中國現在如果封了各層 對全世界影響 將會蠻大的 因此我覺得未雨綢繆 政府竟然拿到所有的資源 要怎麼樣做好未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考驗 非常重要 好 但是千萬別忘了 其實在大陸還有很多 望穿秋水想要回來的 我們的台灣人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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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